國外方有因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麼今天在立法院的政治焦點 先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前一天前孩子會的董事長 鄭文燦遭到了收押禁見 那麼今天早上在看守所吃的第一餐 就是黑糖饅頭配賣的 那麼今天國民黨的立委徐巧新 特地在黨團大會上 是準備了60顆的黑糖饅頭 說要來跟這2350來致敬 一起來帶您看看當時現場的畫面 9點前吃吃看 吃吃看口味 吃吃看口味 快點 我先吃 吃吃看口味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細炸 我有的是細炸的 我原味道怎麼樣 我台灣喜歡吃的 滿好吃的 然後今天 昨天晚上 我就跟我們黨團講說 今天會請大家吃早餐 我們要一起體驗 2350的早餐生活 對四伯爺鐵跟焦糖 這個真的是黑糖饅頭 各一個 好 可以聽到 這個徐巧新是強調 今天是準備了許多的 黑糖饅頭跟焦糖 那麼就這麼剛好 就跟鄭文燦今天在看守所思的 早餐是一模一樣 頗有致敬的意味 那麼也是酸度破表 不同於這個國民黨立委 是這麼高談擴論這件案子 相當於來講 民進黨立委就是比較低調了 尤其是現在有傳出 是不是這個府 現在這邊是有出手 來對付鄭文燦這樣子的消息 跟聲音傳出 那麼身為這個賴系子弟兵的 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也做出了回憶 說大家不要宮廷劇看太多 一起來聽聽看郭國文怎麼說 沒有那麼複雜 公平劇看太多了 我們他們滿震驚啦 但是是看以後 是吧 最後 我們知道 在這個過程裡面自己去 證據他自己設了上的權利 不然就知道 就是過去七八天的 那是對民進黨來講 好 其實今天呢 包括了很多的民進黨立委 聽到媒體提問呢 都是快閃必答 那麼甚至像是民進黨立委 黃潔也說要尊重司法 那麼當然了 現在的陰謀論現消權上 民進黨立委相對而言 態度是比較低調 必談正文慘的案件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